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单自由度结构我们之前讲过说 如果说一个结构它只要一个变数就能够描述它的位移 那么它就是一个单自由度的结构 那强迫震动就是说这个结构受到一个外力 然后我们要看看它的反应就是一个强迫的震动 那我们首先也来看看一些专有的名词 这边有两个专有名词 一个是站态的反应 是transient response 那这个站态的反应就是说 当这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 那这个反应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随着那个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呢 那这个反应就会越来越衰减这样子 那再来是一个稳态的反应 那稳态的反应英文叫steady response 那这个稳态的反应的话 在时间的开始它就存在 然后时间的结束 或者说随着这个时间的那个增加的时候 它依然是存在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站态的反应呢 随着时间的递增呢 它会是递减的 那稳态的反应呢 不随着时间而递减这样 那如果说当这个时间是进行到这个无限大的时候呢 那就是剩下这个稳态的反应 那站态的反应呢 完全的那个消失掉了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单次五度的那个结构这样子 那因为它是个单次五度 所以呢只要一个位移的变数xt 就能够描述这个结构的行为了 然后呢再来这个结构呢 有个弹簧k 然后呢有个阻尼系数c 然后呢再来一个外力ft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动态的那个反应之下呢 这个m这个质量啊 就有这个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乘上这个质量 就是个惯性力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动态的反应之下 它有这个结构的位移 那把这个结构的位移 乘上它的那个弹性的系数k 那就是一个回复力了 然后在这个动态的反应呢 这个结构也有这个速度 那把这个速度啊 乘上这个阻尼系数啊 那么它就是个阻尼力了这样子 那么这个ft呢 就是这个外力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结构里面 这个结构在这个动态的反应之下 有好几种力量这样子 一个就是惯性力 然后呢一个是回复力 一个是阻尼力 然后一个外力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自由体图这样子 那这个自由体图啊 那个结构的那个质量m 那受到三种力量这样子 然后呢一个力量是ft 然后呢一个力量是回复力kxt 然后一个力量的话阻尼力 这个cxt这样子 那我们从这个牛顿的定律啊 这个f等于ma这样子 那我们来首先来看这个f 那这个f呢这个以这个往右为正这样子 所以这个ft呢就是正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kx呢是个回复力 那就是说当这个位移是往右的时候呢 这个回复力是往左的 所以它是负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cxt的话 它是一个阻尼力 那就是说当我们的速度是往正的时候呢 它是往负的那个方向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个力量呢 是f minus kx minus cxt 等于这个ma这样子 那这个a呢就是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呢 可以把它写成了位移的那个second derivative 所以是mx double dot这样子 那我们再经过这个仪项整理之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mx double dot plus cxt plus kx equal to ft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运动方程式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结构 单周度结构的那个运动方程式呢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视为啊 这个力的那个平衡方程式这样 所以这个mx double dot就是惯性力 cxt就是阻尼力 kx就是回复力 那这个ft呢就是外力这样 那这个m就是质量mess 那这个c呢就是阻尼系数 damping coefficient 然后这个k呢就是进度stipeness 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second 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因为呢它除了x还有x的导数以外呢 还有一个是时间的那个函数 所以呢它是个non-homogeneous 然后再来这个m还有c还有k 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所以呢它是vest constant coefficient 好 那我们第一个来看说单位不接反应这样 那一看我们先看说单位不接的函数 那这个单位不接函数呢 那就是说当时间是负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是零 当时间是正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是一这样子 那就是说在时间零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跳跃 那这个跳跃呢是一个单位这样子 那说说我们把这个外力ft就等于ut 就是等于一个单位的那个部阶的外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运动方程式呢 就可以写成是mxw dot plus cx dot plus kx equal to f 那这个f呢我们就用u来把它带进去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只考虑时间是正的时候 那这个u呢就会等于1的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边有这个初始的位移 x0 equal to 0 然后初始的那个速度 x0 equal to 0 好 那因为呢 这个是个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呢它的解呢是包含两个部分 那一个部分呢是homogeneous solution 那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呢 就是把这个外力设为0这样子 那我们就得到mxw dot plus cx dot plus kx equal to 0 那我们把整个方程式都除以m 那我们就得到xw dot plus 2z的 omega 0 x dot plus omega 0 square x equal to 0 那这个的话我们在上个单元已经解出来说 它的那个homogeneous solution呢 就可以写上是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括号 c1 cos omega dt plus c2 psi omega dt 再一个括号这样 那这个omega d就是equal to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那这个zeta呢就是阻尼比 那这个omega 0呢就是没有阻尼之下 它的那个自然真平 那说这个omega d就是有阻尼之下 它的那个自然真平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回头再看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那我们就会发现了 这个这边有这个cos omega dt 还有psi omega dt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呢 它以omega d这样一个频率啊 这就震荡这样 那我们再看说这个 看它的ambitude啊 它是乘上一个exponential zeta omega 0 t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ambitude 它不是个constant的ambitude 它是随着那个时间而递减这样 那因为t增加的时候呢 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它是随着这个时间而递减的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那我们就跟着来看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那因为我们的外力啊 是一个e 一个常数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就可以设为这个xp equal to a 那这个a呢就是个带定系数 然后这个方法呢就是method of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就是带定系数法这样 那这个xp equal to a 那xp dot就一个to zero xp double dot也是一个to zero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xp啊带进来 带进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 那我们就得到mxp double dot plus cxp dot plus kxp equal to one 那因为这个xp的double dot equal to zero xp dot equal to zero 然后呢这个xp equal to a 所以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呢就是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ot 括号 c1 cos omega dt plus c2 sin omega dt plus 1 divided by k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看第一项的话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震荡 而且它的震荡频率就是Omega d这样 再来的话它这个震荡的那个幅度呢 是随着这个时间的那个递减这样 但是我们再看第二项呢 它有个常数项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震荡呢 它不是在这个圆点呢 在这个左右的震荡 它是有个offset 有个偏移 那这个偏移量啊就是one divided by k 就有了这个偏移量之后 那以这个偏移量为中心 然后做震荡这样 然后它的震荡的频率呢 就是Omega d这样 好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有这个C1跟这个C2 那这个C1跟C2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了 就是一个积分的那个常数 就是constant of integration这样子 那这个积分的常数呢 因为它是个LJ的微分方程式 那说积分两次就得到位移这样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那个积分的常数这样 那这个积分的常数呢 就可以用这个initial conditions 那包括是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那我们就可以解除啊 这个C1跟这个C2这样 好那我们把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XT为分之后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structural velocity 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零带进去 那时间零带进去的话 这个cosω0就是等于1这样子 然后ψω0就等于0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 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plus 1 divided by k equal to 0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除这个C1了 那这个C1呢就 equal to minus 1 divided by k这样子 好那我再看这个initial velocity 那就是说我把这个时间呢 用零带进去 然后ψω0 equal to 0 cosω0 equal to 1 cosω0 equal to 1 ψω0 equal to 0 所以我们就得到是minus C1 zeta omega0 times 1 plus C2 omegaD times 1 equal to 0 那因为刚刚啊这个C1已经找到了 所以在这个方程式里面的话 只有这个C2是unknown 是位置数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2找到这样子 所以这个C2呢 equal to minus zeta omega0 divide by k omegaD这样子 那我们得到这个C1跟这个C2之后呢 那我们把这个C1跟C2啊 带进去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那我们就解得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结构的位于XT XT呢就equal to 1 divided by k 然后中括号 1 minus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0t 小括号cosωdt plus zeta omega0 divide by omegaD psi omegadt 再一个小括号 再一个中括号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这样子 那第一个要看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主理比等于0 那主理比等于0的话 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0t 这个就会等于1了 然后omegaD呢就会等于omega0了 然后接下来就不见这样子 那各位可以看看说啊 这个是不是回到说我们之前啊 在母阻尼结构 这单词五度没有阻尼的那个结构 它的那个强迫震动 在这个单位不接的时候 它的反应是不是能够回到 这个母阻尼那个反应这样 那各位啊可以跟这个前面的单元啊比对一下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看说这边有这个 OmegaD这边又有OmegaD 所以呢它用这个OmegaD的这个频率啊在做震荡这样子 但是它的那个震幅呢 是随着这个时间而递减了 那因为这边呢有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0t 所以它的震幅啊是随着这个时间而递减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这边有个常数项 那就是说这个震荡啊不是对原点 以这个原点这个为中心在做震荡这样子 它是先有个偏移量 然后以这个偏移量为这个中心 然后再做这个震荡这样子 好跟着我们来看这个单位脉冲反应这样子 那在看这个单位脉冲反应之前呢 那我们来先看这个单位脉冲函数这样 那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呢 就是说当这个t不等于0的时候 那就是说t是负的时候 时间是负的 或是时间是正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是0的 所以这个delta t呢 equal to zero这样 然后当这个时间是0的时候呢 那这个函数是个无限大的这样 那但是它的那个积分呢 是等于1的这样 那因为它的积分等于1 那就说它的面积等于1 所以它就叫unit impulse function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积分呢 是从这个0的负一点点 积分到0的正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积分的下线跟上线 延伸到这个负的无限到正的无限的话 它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那主要的原因的话 因为当t不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delta t呢 是等于0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就integrate from zero minus to zero plus delta t dt equal to 1这样 那就说它就是这个unit impulse function这样子 好那我们把这个外力啊 这个ft呢 就把它设为这个delta t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结构的运动方程式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就mx double dot plus cx star plus kx equal to f 那我们这个f呢 用delta t带进去这样 然后这边呢 也有given两个initial conditions 然后呢 就是initial displacement x0 equal to 0 initial velocity x0 equal to 0 那因为我们呢 要面对一个delta t 那这个delta t呢 当时间零的时候是无限大这样 那我们就没办法直接处理这个尾分方程式这样子 好那因为没办法直接处理这个尾分方程式 那我们就尝试先把它积分 所以我们从这个运动方程式开始 那我们这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的下限呢 就是零小一点点 那积分的上限呢 这个时间零大一点点这样 好那我们看这个等式的第一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 那这个delta t呢 integrate from 0 minus to 0 plus dt 那这个函数呢 就会等于1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等式的右 左边的那个第三项 那第三项的话就是 integrate这个 对这个位移为分这样 那因为这个位移啊 它是一个连续的函数 那就是说我们不可能 从一个非常微小的时间 把一个物体啊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 那因为它要符合这个连续性这样 所以这个x0的负一点点到x0的正一点点呢 那基本上这个位移啊都是没有变化的 它都等于这个x0 那因为这个x0啊 initial displacement是等于0 那所以说这个积分呢 就会消掉了 就是等于0了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等式啊 左边的那个第二项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速度做这个积分这样 那速度积分之后呢 就会变成位移的 那这个位移呢 不管是在0的负一点点 在0的正一点点 那我们说过啊 因为啊 它这个位移要保持一个连续性 那这个连续性的话 那就是说 在x0的负一点点 在x0的正一点点 这个位移啊 都是等于x在这个时间0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间0的时候呢 这个位移 initial displacement是等于0这样 所以呢 这个积分也不见了 就是说它是等于0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等式啊 左边的那个第一项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加速度 x double dot叫积分这样 那积分之后呢 就变成这个速度了这样 那速度的话 我们先看这个速度 在0的负一点点 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这个外力进来 那所以说呢 它的速度啊 是0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这个速度 在0的正一点点的话 那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有外力作用过了 所以呢 它的速度不见着是0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是mx dot 0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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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times 0 plus k times equals 1 那么我们这个等式呢 就可能够啊 把这个x dot 在0的正一点点 它就是等于1 divided by m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把这个方程式啊 运动方程式啊 再重写一次 那我们就得到mx double dot plus cx dot plus kx 那如果说我们关心呢 在时间0的正一点点这样子 就时间大于0的正一点点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没有外力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本来是个false vibration 那我们现在变成这个free vibration 那这个free vibration呢 这个initial displacement 在这个x0的正一点点 它还是等于0 那因为啊 这个速度啊 那个位移啊 要保持一个连续性 所以这个在0的正一点点的位移 跟0的时候的位移 是一样的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这个x dot 在0的正一点点 那就是说 它就等于1 divided by m这样子 所以呢 速度是没有连续性的 在这个单位脉冲的反应之下呢 作用之下 它是不具有连续性 但是位移呢 是具有连续性这样子 所以我们呢 我们的那个初始位移啊 还是0 但是我们的初始速度呢 已经变成是1 divided by m这样子 好 那因为我们本来呢 是一个force vibration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变成是一个free vibration的问题 那我们也给了initial displacement 也给了initial velocity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单位脉冲的 位移的反应啊 找到这样子 那我们就说 用前一个单元 所得到的那个结果啦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找到这样子 它就是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t x0 dot divide by omega 0 side omega dt 那我们这个x0 dot 那用这个one divided by m 带进去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t 然后呢 再关号 one divided by m omega d 然后 side omega dt 这样子 那第一个我们也先看一下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把这个阻尼去掉 那我们就变成是五阻尼的那个结构这样子 那这个zeta 就会等于0了 那这个zeta等于0呢 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t的话 这个就会变成1的这样子 那这个omega d呢 因为zeta equal to 0 这个omega d呢 就会变成omega 0 然后呢 这个omega d呢 就变成omega 0 这样 那各位呢 可以检合一下 那是不是回到我们前面的单元啊 是讲这个单指数度五阻尼结构的 那个强迫震动的那个结果 是不是一样这样 好 那我们来再看了 因为这边有个side omega dt 那所以说这个结构的位移呢 它的那个震荡的那个频率呢 就是omega d 它的震荡频率就是omega d 这样 那它的幅度呢 它并不是个常数的幅度这样 它的amputile并不是个定值这样 那这个amputile呢 在时间0的时候 它真的是等于1 divided by m omega d这样 那但是随着那个时间的那个增加呢 那这个amputile会这个d减这样 那就说如果是时间到了无限大的时候呢 那这个amputile就趋向于0了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位脉冲反应 跟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样 那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单位部阶的函数 然后呢 当这个t省于负的时候 t是负的时候它是0 然后t是正的时候它是1 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0的时候呢 它有个单位的那个跳跃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位脉冲函数这样 那当这个t是负的时候它是0 t是正的时候它也是0 然后呢 t等于0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是无限大这样 那但是它有个特性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积分之后啊 从0的负一点点到0的正一点点 积分了之后呢 它是等于一个单位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单位部阶函数把它微分 那微分呢 我们就看到说 当t是负的时候 它微分是0 那就跟delta t一样了 当t是正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个constant 微分之后它是0 也跟delta t是一样的 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呢 时间等于0的时候呢 那这个微分变成是个无限大 因为它写率变成无限大 那就跟它delta t一样这样 那这个delta t积分之后呢 那就回到这个ut 那就是一个单位这样 那说说这个单位部阶函数啊 跟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啊 它有个微分的关系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单位部阶的函数 经过微分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个单位脉冲的函数这样 好 那就说外力 就是单位部阶的外力 跟单位脉冲的外力 它有微分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说它的反应 是不是也有一个微分的那个关系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那我们就给它名字叫XUT这样子 然后它是这个之前就找到了这样子 然后单位脉冲反应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Xdelta t这样子 这个之前也有找到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单位部阶的反应 对时间微分这样子 那经过微分之后呢 就得到的那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真的就是等于Xdelta t这样子 那就是说单位部阶反应 然后我们经过微分之后呢 它就会等于单位脉冲的那个反应这样 那当然也是希望啊 这个各位啊 可以这个波空啊 简合一下 那整个运算的过程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运算的过程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的两个外力 如果说它们有微分的关系的话 它们对应的那个反应 也有个微分的那个关系这样子 好 那跟着我们来看这个单位减斜的反应这样 那这个单位减斜反应呢 那我们先有个单位减斜的减数 那就是说它是个Synosoidal function 那就是Sy omega t这样子 那它的幅度呢 就一个单位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外力FT 用这个Sy omega t带进去 所以呢 我们的外力呢 变成是个单位减斜的那个外力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把FT呢 带进来这样子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MX double dot plus CX dot plus KX 那这边的话 这边是C 那这个是X dot这样子 那 you go toSy omega t 然后呢 这边的时间呢 都是大于0的 那就是说这个 这个Sy omega t 当这个时间是负的时候 它是0 那当时间是正的时候呢 它是Sy omega t 那这个外力也是一样 当时间是负的时候 这个外力是0 当时间是正的时候 这个外力是Sy omega t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它那个Initial Displacement X zero equal to zero Initial Velocity X dot zero equal to zero 好 那我们就看看说 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个 Non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样子 那因为它是 Non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呢 它的解呢 是包含两个部分 然后呢 一个部分呢 就是Homogeneous Solution 那Homogeneous Solution 我们的求解呢 就是把这个外力 先把它设为0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 就得到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那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跟之前一样 它就等于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ot C1cosOmega DT plus C2sOmega DT这样子 那说说 我们看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那我们就知道说 它是 以这个Omega D这个频率 在做这个震荡这样子 然后它的那个震荡的那个幅度呢 那并不是个Constant 它是随着这个时间的递减这样子 因为这边有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ot这样子 好 那再来是Particular Solution这样子 那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的话 因为我们的YD 是Sine Omega T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就可以把它设为 是等于AcosOmega T plusBsOmega T这样子 那这个A跟B 就是一个带定系数了 就是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就是还没有 还不知道的一个系数这样子 那我们就用这个带定系数法 把这个A跟这个B找到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Exp呢 已经设为是AcosOmega T plusBsOmega T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这个Exp为分 那我们就得到ExpDoc 再把它为分 就得到ExpDoc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Exp 带进去X ExpDoc 带进去XDoc ExpDoc 带进去XDoc这样子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A跟这个B 这个找到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把Exp 用这个AcosOmega T plusBsOmega T带进来 ExpDoc 那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 AcosOmega T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要这个 等式成立的话 那就说有关这个CosOmega T 在左边 等式左边的那个系数 跟等式的右边的那个系数 要相同这样子 那同样的 有关这个SideOmega T 这个在等式左边的那个系数 跟等式右边的那个系数 也要一样这样 所以我们就能够建立两个方程式 这样 那这个0是代表说 在等式的右边 没有CosOmega T 所以它的系数是0 那这个1 因为在等式的右边 是这个SideOmega T 所以它的系数是等于1 那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CosOmega T 跟这个SideOmega T 它们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它们是线性独立的 那如果说要让这个等式成立的话 那如果说等式的左边 那这个CosOmega T的系数 要等于等式的右边 CosOmega T的那个系数 那同样的等式左边 SideOmega T的系数 要等于等式右边 这个CosOmega T的那个系数 这样 好那因为呢 我们有两个方程式 然后有两个位置数 那我们解这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那我们就可以把A 还有这个B找到这样子 然后有了这个A跟B 那我们找到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Particular Solution 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A跟B也是这个 很希望各位来检测一下 这个G也运算一下 看这个A跟B得到的结果 跟这个这边讲义的那个结果 是不是一样两人 好那我们有了A 有了B 那我们就得到Particular Solution 那我们把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还有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合起来 那我们就得到General Solution 那这个是结构的那个位移 这样子 那所以说结构的位移呢 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Homogeneous Solution 然后呢 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构的位移 这样子 那这边呢 有Cos Omega DT Side Omega DT 那所以说 在这个部分呢 它以这个频率 Omega D 再做这个震荡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项 这个是Particular Solution 那这边呢 有Cos Omega T 有这个Side Omega T 那就是说 它以这个频率 Omega做这个震荡这样子 所以这个结构的位移呢 包含有两种频率 一个频率呢 是Omega D 那这个Omega D 是结构有阻力之下的 那个自然正频 这样 那另外一个频率呢 是Omega Omega呢 就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所以结构的位移呢 有两种频率 一个是结构基本上的那个频率 另外一个呢 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我们这个经过尾分之后呢 就得到它的速度这样 那这个速度也是 有这个两项这样 两大项这样 那一大项的话 就是Omega D 那就说 它以Omega D 再做这个震动的这样 另外一项呢 它是Omega 那就是用这个频率 Omega 再做这个震荡这样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那个积分的那个常数 C1跟这个C2这样子 那我们就利用啊 这个两个那个初始的那个条件 那就是初始位移等于0 那初始速度等于0这样 那我们这个 那我们这个 x0 equal到0 那我们就得到 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plus something equal到0 那在这边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1解出来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这个 initial velocity equal到0 那我们就得到 那我们就得到 结构的位移 还有结构的速度 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就是结构的位移 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这个C1跟这个C2带进去了 这样子 好 那在这个结构的位移里面呢 一样我们又看到有两大项这样子 那一大项是OmegaD OmegaD 那就是说它用频率 结构由阻尼自下的那个自然增频 来做这个震荡这样子 那只不过说这个震荡呢 它的幅度是随着时间递减的 那因为这边呢 有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OmegaD 这样子 所以它的那个振幅啊 是随着那个时间呢 而递减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大项 第二大项呢 是Omega 那有这个cosOmegaD 还有这个psOmegaD 那就是说这个部分呢 它以外力的那个频率在做震荡这样子 而且它的幅度呢 是个constant 那就是说它震动的那个幅度啊 并不是啊 随着那个时间而递减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这个推导啊 也欢迎啊各位啊也推导一次 简合一下 看我们的推导有没有错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构的那个位移这样啊 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部分啊 那第一部分的话 那就说因为它的那个幅度 是这个有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OmegaD 然后这个exponential minus zetaOmegaD 因为zeta是正的 Omega0是正的 所以呢这个幅度啊是随着这个时间而递减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说它是个暂态的反应这样子 那所谓暂态的反应呢 那就是说时间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反应是存在的这样子 但是这个反应啊会随着时间而递减这样子 那就是说当这个时间去向无限大的时候 那这个暂态的反应就会消失掉这样子 那说说这个是暂态的反应 那就是说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存在这样子 然后随着时间的递增呢 这个反应会递减了 那当这个时间去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反应会消失掉 那这种反应啊 那我们说啊 它就是个暂态的反应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项 第二项 那第二项呢 有这个cosiOmegaD psiOmegaD 那就是说用外率的频率在做震荡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说它的那个振幅 它的振幅 然后它的振幅是个constant 那就是说它不随着那个时间变化这样子 那就是说它时间一开始它存在 那这个存在呢 它不会因为时间的递增而递减的 那甚至时间到无限大的时候 它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说啊 那这个就是个暂态的那个反应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分母 当然这个分母 那这个分母呢 有这个OmegaD2 minus Omega 那就是说当这个Omega 这个越靠近这个OmegaD0 那这个分母呢 这个部分就会消失掉 那这个分母呢 就会越来越小这样 那分母越来越小呢 这个反应的那个幅度呢 就会越来越大这样 那就是说当这个外率的频率Omega 越接近结构的那个自然真平OmegaD0 那结构的反应呢 就会越来越大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共振的那个效应这样 好 那我们之前呢是用这个ODE 这个直接解这个ODE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尝试了用这个Lapache transform 来解这个问题这样 那我们Lapache transform的定义的话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YT 那我们经过Lapache transform呢 就变成是大的YS这样 那它的定义呢就是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exponential minus ST YT dt这样 那就是说原来是T的函数 那经过积分之后呢 就变成是S的函数这样子 好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单位布阶函数啊 那单位布阶函数呢 那就时间是负的时候它是0 时间是正的时候是1 那就在时间0的时候 它有个单位的那个跳跃 那我们说它是个单位布阶函数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单位布阶函数 经过做一个Lapache transform这样 那我们就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U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那因为这个UT呢 在这个时间正的时候它是1 那时候等于exponential minus ST dt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那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 积分之后呢 就变成是 minus 1 divided by s exponential minus ST这样 那如果这个S大于0的时候呢 那么当时间去向无限大的时候 它就消失掉了 那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呢 那这个exponential 0次方 它就等于E这样 那说这个结果呢 就得到是1 divided by s这样 那我们整理一下结果 那就是说一个unit step function UT 经过Lapache transform之后呢 它就写成是1 divided by s这样 那我们说在这个外力之下 这个外力呢是一个unit step function 那我们来用这个Lapache transform 去解这个维分方程式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维分方程式 就是这个出发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式 这个全部都Divided by m 那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 2 zeta omega 0 x dot plus omega 0 x E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ut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运动方程式开始呢 这个维分方程式开始 就取这个Lapache transform这样 那我们这个ut ut的Lapache transform是1 divided by s 所以我们这个等式的右边呢 就得到是1 divided by ms这样 Xt的Lapache transform就是大Xs这样 X dot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是S xs minus x of 0这样 那X double dot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是S squared大的Xs minus x of 0 minus x dot of 0这样 那因为这个X0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所以这三项呢就消失掉了这样 那所以说在这个等式里面呢 只剩下一个位置数 是大的Xs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的Xs 把它解出来这样 那当然解出这个大的Xs 故事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要找这个结构的位移 那我们要把这个大X 经过这个InverseLapache transform呢 到到一个小的X这样子 那直接看这个InverseLapache transform 很可能是不容易找到 它的InverseLapache transform 所以我们呢 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操作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分析 把它写成这个部分分析这样子 就是Parsal fraction这样子 那经过写成这个部分分析之后呢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这样子 那第一个呢是1 divided by S 1 divided by S 它的Lapache transform InverseLapache transform就是UT了 那UT如果说我们只 关心这个时间大于0的时候呢 那么1 divided by S 它的InverseLapache transform就是1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个第二项呢 那我们继续用这个部分分析来做这样子 那经过部分分析之后呢 那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就相当像啊 这个Cosin Omega T的Lapache transform 然后呢 这个相当接近呢 这个Sine Omega T的Lapache transform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的话这边有个A 那有个A的话呢 就说Exponential AT Cosin Omega T 它的Lapache transform呢 就是S minus A S minus A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那我们比较这项 跟这个项的话 那我们就发现说 A就相当于是 minus Z的Omega Z 所以呢 这个Exponential AT呢 就变成是Exponential minus Z的Omega Z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的Omega D 就相当于这边的Omega 所以呢 这边是Cosin Omega DT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项这样 那这边有Omega D 然后呢 这边有S plus Z的Omega Z Square plusOmega DT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用啊 来比较一下 就是Exponential AT Sine Omega T 它的Lapache transform 就是Omega Divide by S minus A square plusOmega square 所以这个A呢 就是等于这个 minus Z的Omega Z 所以这个Exponential AT呢 就变成是Exponential minus Z的Omega Z 这样 然后这个Omega 现在就变成是Omega D了 所以这边呢 就变成是Sine Omega DT 这样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结构的位移啊 这个找到这样 那各位当然可以比较一下说 我们用ODE直接解的 跟这个Lapache transform解的 那这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样这样 那如果说这两个结果一样 那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解同样的问题 得出来的结果都一模一样的话 那我们对这个结果 就相当的有信心了 好 那跟着我们来看 这个单位脉冲函数这样 那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呢 那就说当时间不等于0的时候 它是1 当时间等于0的时候呢 它是无限大这样 然后呢再来这个 把这个ΔT积分之后呢 它是等于一个单位这样 那我们就首先呢 把这个单位脉冲函数 做这个Lapache transform这样 那做个Lapache transform之后呢 我们这个小Δ就变成是大的Δ这样 然后它的定义也是一样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Δ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这样 那因为这个ΔT呢 只有在0的附近 它是非0的 所以我们的Integrate的 那个下限跟那个上限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是0 minus 到这个0 plus这样子 就是一个小段的那个时间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积分 从这个0的负一点点 到积分到0的正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这样 那因为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 它是个连续的函数这样 那因为它是个连续的函数 所以在0的负一点点 还有在0的正一点点 事实上都等于在时间0的时候的那个值这样 所以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提出来 因为它不再是个时间的函数 它变成是个常数这样 再来我们把这个t就用0带进去这样 所以我们就得到exponential minus s0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积分呢 就放从这个0 minus到这个0 plus delta t dt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单位脉冲函数的那个定义 这个就等于一个单位这样 所以呢这个是1 这也是个1 所以乘起来是1这样 所以我们最后的那个结果的话 那就是说单位脉冲函数的 那plus transform 就等于1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性质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解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mx double dot plus cx dot plus kx equal to delta 那我们把这个方程式呢 都divide by m 那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 2 zeta omega 0 x dot plus omega 0 square x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delta t这样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就取它的lappart transform这样 那这个delta t的lappart transform呢 就是1 就是1这样子 所以等式的右边呢就是1 divided by m这样 这个小x的lappart transform就变成大的x这样子 那小的x dot的lappart transform呢 就变成是x大的x minus x of 0这样子 那这个x double dot的lappart transform呢 就是x square乘上这个大的x minus x乘上这个小的x of 0 minus x dot of 0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的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所以接向不见了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接向也不见了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接向也不见了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等式里面呢只有一个位置数 就是大的x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把这个大的x of s 可以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那这个找到这个大的x 那故事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还要做inverse lappart transform 我们才能够得到小的x 那这个小的x的话就是结构的那个位置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等式啊 把这个方程式啊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呢就是乘上个omega d 除上个omega d 那我们为什么要整理成这样子呢 那因为啊这个exponential a t psi omega t 的lappart transform啊 就等于omega s minus a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两个比较一下的话 这个a 就相当于是minus zeta omega 0 所以这个exponential a的话 exponential a t的话 就可以把它写成是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omega d 就相当于这边的omega 所以这个psi omega t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是psi omega d t这样子 所以我们最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结构的位移的反应啊 可以找到这样子 那当然各位也可以比较一下 我直接用ode解 还有我间接的用lappart transform来解 那解出来啊 这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样这样子 那如果是一样 我们用同样的问题 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解出来是一样 那我们就对我们的结果 这个相当有信心这样子 好跟着就是这个外力变成是个psi omega t 那这个psi omega t呢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psi omega t的lappart transform 就等于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这样子 好一样我们从这个运动方式开始 那全部都divided by m 所以我们就得到x double dot plus2 beta z的omega 0 x dot plusomega 0 square x 然后呢 equal to 1 divided by m side omega t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x square 这个x double dot 这个x double dot的lappart transform 就是x square乘上大的x minus x x乘上x of 0 minus x dot of 0 然后这个x dot的lappart transform 就是x乘上大的x minus x of 0 然后x的lappart transform 就是等于大的x这样子 那psi omega t的lappart transform 就是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这样子 好一样 那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接向不见了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接向不见了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接向也不见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等式里面呢 我又不知道是这个大的x of s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的x of s 找到这样子 那找到一样 这个故事也还没结束了 那我们要做inverse dot plus transform 才能够把这个小的x找到这样子 那在这边要注意说说 我们用这个lappart transform去解的时候 那我们不管这个omega 是跟这个等于omega 0 还是不等于omega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阻尼 那不管我们用ode来解 还是用lappart transform来解 那我们都不需要管说这个omega 是等于omega 0 好那我们现在得到一个大的xs 那我们就要经过一些处理 经过一些处理 那基本上我们的处理的方式呢 那我们就是用parsal fraction这样 parsal fraction的那个方法 来这个把它找到说 让它的inverse transform 能够找得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会看到说经过整理之后 然后呢这边有这个s plus z的omega 0 然后divide by这个s plus z的omega 0 square plus omega d 我们先看这项这样啊 那这项如果说我们比对一下 exponential at cos omega t的lappart transform 就等于s minus a s minus a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所以这边的a呢 就相当于是minus z的omega 0 所以这边就有exponential minus z的omega 0 t 然后这边的omega呢 就相当于这个omega d 所以呢这边就有cos omega d t这样 好那我们跟着看下一项 那这边有omega d 这边呢分母有s plus z的omega 0 square plus omega d square 那如果我们比对一下 exponential at side omega t的lappart transform 就是等于omega divided by s minus a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那如果说我们比对一下呢 这个a就是minus z的omega 0 所以呢这边的话 inverse lappart transform 这边就有个exponential minus z的omega 0 t这样 然后这边的omega呢 就是这边的omega d 所以呢我们就会得到 这边的side omega d t这样 好那我们继续看哦 好那继续看的话 这边有个s 这边有这个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 它的inverse lappart transform 就是cos omega t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项 最后一项 这个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所以这个inverse lappart transform 就是side omega t这样 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把这个xt structural displacement找到这样 一样这边呢是用lappart transform 找到这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那我们之前呢是直接用ode 找到那个structural displacement 那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个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是 那我们同个问题用两种方法去解 结果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呢 是相当有信心这样 所以我们最后呢就得到这个单位的那个 减斜的反应xt这样 那也是有两个部分 然后一个部分呢 它是有cos omega dt side omega dt 那就按照结构的那个频率在做震荡 那这个结构的频率呢 是由阻尼之下的那个自然增频这样 只不过说它的那个幅度呢 是随着那个时间递减 因为这边有个exponential minor zeta omega 0t这样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项啊 这边有个cos omega t side omega t 那就说这个部分 这个结构的位移呢 它是按照外力的那个频率的震动这样 所以这个结构的位移呢 有两个频率 一个频率是结构的频率 一个频率呢 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只不过说结构的那个频率呢 它会随着那个时间而递减 那最后呢只剩下 这个当这个时间去向无限大的时候呢 那最后只剩下这个 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举一个例子这样 那我们一直沿用同样的例子这样 那这个m呢 就是等于2000t这样 那这个k呢 是等于m乘上2pi square 那等于78957kN per meter这样 那这个c主尼系数呢 是等于0.1square root of mk 然后等于1256.6kN per meter per second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会看到这个阻尼系数呢 它的单位呢 就是力处上速度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单位速度的力量这样 这个进度呢 是力量处上位移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单位位移的那个力量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m跟k 那我们就可以找出 Omega0 那这个Omega0呢 就等于2pi 一个radian per second这样 那这个角频率 我们把它写成频率之后呢 那就是把Omega0 divided by 2pi 那就是等于1hz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周期呢 那我们把这个s0 F0取这个导数 那我们就得到T0 那T0那就等于1秒这样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布阶反应 那我们把这个布阶呢 放大了2000倍 那放大的原因 我们希望这个反应呢 是比较具体一点 不会太小这样 然后呢 初始位移等于0 初始速度等于0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 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位移 那我们结构的位移呢 我们这边呢 看到OmegaD OmegaD 那就是按照结构的那个频率 这个结构的频率呢 就是结构的有阻力之下的 那个自然正频这样 在做震荡这样 那它的震荡的那个幅度呢 会随着时间递减 因为这边呢 有Exponential -0.1piT这样 那而且这个震荡呢 它不是沿着这个0点 做这个左右的那个震荡 它是有个offset 就是有个偏移之后 再做一个震荡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那个速度 那这个结构的速度呢 它的那个震动的频率呢 就是等于1.9975piT这样 那这个频率就是OmegaD OmegaD这样 那再来它的幅度呢 也是随着那个时间递减的 因为它这边呢 有Exponential -0.1piT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呢 也是有Cos1.9975piT Psi1.9975piT 那就说它用1.9975pi 这个频率在做震荡 而且这个震荡的幅度呢 会随着那个时间那个递减这样子 那这边呢 有三张图 那我们看到 Displacement Velocity Exceleration 这样子 那我们看这个三张图呢 我们先看那个Initial Value 就是Initial Displacement Initial Velocity Initial Acceleration 那是不是跟我们一起一样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看说它的那个震荡的那个周期 接近1秒 是不是跟我们所预期一样这样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它震荡的那个幅度呢 是随着那个时间递减 那跟我们预期啊是不是一样这样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位移呢 不是对着0点在这个上下的那个震动这样 它是有个偏移量 然后之后再做震动这样 那当然这个震动的那个幅度呢 会随着那个时间呢 而递减这样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偏移量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样这样 那我们经过这样的研判之后呢 那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结果啊 才会有信心这样 那这个速度 还有加速度呢 它们确实是 这个以这个0点为中心啊 在做这个震动这样 好 那跟着是脉冲反应这样 那一样 这边就不是单位脉冲了 那我们把这个脉冲啊 是放大了200倍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200ΔT 然后它的单位呢 就是QN这样 那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0 那我们按照这个ODE也好 按照Laparton方式也好 那我们就解答我们的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构的位移这样 那这边有这个psi1.9975πt 那就说它的频率呢 它的震动频率呢 就是1.9975π了这样 那但是呢 它的那个幅度呢 是随着时间递减了 它的递减呢 是按照Exponential minus 0.1πt 做这个递减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结构的那个速度 有1.9975πt 这边有1.9975πt 那一个是cos 一个是psi这样 那就是说它的震动频率呢 就是按照1.9975π radian per second做震动这样 那一样 它的那个震动幅度呢 也是这个衰减这样 那它的衰减呢 就用这个Exponential minus 0.1πt这样 那就时间越大越久 然后它衰减的幅度呢 就越多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了 那这边有psi还有cos 都是1.9975πt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震动频率呢 就是1.9975π这样 然后它的幅度呢 也是这个随着那个时间递减的 那就是Exponential minus 0.1πt这样 好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移速度 还有加速度这样 那一样 那一样 我们首先看说它的Initial Value 对不对 这样 那说Initial Displacement 是等于0 Initial Velocity 大概接近等于这个0.1 然后呢 Initial Acceleration 好像也接近0这样 那第一个 check一下说 Initial Value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震动的周期 接近1秒 是不是ok的 最后一个cycle 大概要花1秒的那个时间这样 那这个速度也 位移也是这样 速度也是这样 然后加速度也是这样 然后第三个的话 它的那个震幅的那个 随着时间的衰减的那个速率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样这样 那最后一个的话 就看说这个位移的震动的幅度 跟速度的震动幅度 跟加速度的震动幅度 速度的那个幅度 然后Initial Displacement 一个就是0 Initial Velocity 一个就是0 那我们就 按照ODE也好 按照Laplace Transform也好 那我们就得到结构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还有Structural Acceleration 那不管我们看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Structural Velocity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那基本上它有两个频率 一个是OmegaD 就是结构有阻尼之下的那个频率这样 然后一个是Omega 那Omega就是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那再来就是 有关这个结构的那个震动频率呢 它的那个幅度呢 是随着那个时间递减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会看到这个Exponential -0.1πt这样 位移是如此 速度也是如此 加速度也是如此这样 好 那我们就看说 这个位移的那个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这样 一样我们来看说 它是不是按照这个Initial Value 对不对这样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说 它的那个震动的频率是包含两个 一个是结构的震动频率 一个是外力的那个震动频率这样 然后再来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那个 这个地震的话 这个结构的震动频率消失掉了 然后呢 只剩下外力的那个频率这样 然后呢 那这个外力的频率 是不是跟这个我们所想定的一样 是这个π radian per second这样 那比较过之后 那比较过之后 我们就比较 比较有信心的 这个结果是合理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说 这个位移的幅度 震动的幅度 速度的震动的幅度 还有加速度的那个震动幅度 有没有一个关系存在这样 好 那跟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Omega 改成是2π radian per second这样 那一样 它的那个结构位移 速度还有加速度 那基本上呢 是有两个频率在做震荡这样 然后一个频率呢 就是结构的频率 Omega低 一个频率呢 就是外力的频率 Omega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dispacement velocity acceleration 那我们看一下说 这个这个 initial value 对不对这样 然后呢 是不是真的有两个频率 那这边好像感觉上 是只有一个频率 那会不会是这个外力的频率 跟这个结构的频率相当的接近 都接近这个2π radian per second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呢 只有一个频率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这个震动的幅度 如果说 我们看这个位移好了 这个位移呢 基本上就是超过0.2m这样 如果我们看上个例子 那这个位移呢 大概是不到0.05m这样子 那就是说 当这个外力啊 接近结构的那个频率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震动幅度呢 就变大了这样子 当这个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 它只剩下一个频率这样子 然后这个频率是不是2π radian per second 然后再来这个位移的幅度 速度的幅度 还有加速度的幅度 它们有没有个关系存在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这个Omega 把这个Omega呢 改成是3π radian per second这样子 那一样 我们从这个Od也好 从Plast transform也好 那我们就解得这个结构的位移 速度 还有加速度 不管是位移 速度 加速度 我们都看到有两个频率 一个的话是结构的那个频率 Omega 一个是外力的频率 是Omega 那只不过说结构的那个频率啊 它的那个振幅啊 会随着那个时间而递减这样子 那我们看这个结果 Displacement Velocity Experation 一样 我们check一下Initial Value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样这样子 然后再来 它应该有两个频率震动 一个是3π radian per second 一个是结构有阻尼去下的那个频率 那我们能不能观察到 有两个频率在做震动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 当这个时间够长的时候 那么它因为结构的震动啊 这个衰减掉了 只剩下这个外力的频率 这个结构的频率 有关结构频率的那个震动了 它衰点 那只剩下外力的那个震动频率 那这个震动频率 是不是3π radian per second这样 不管是位移 Velocity 还是Experation 是不是3π radian per second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位移的那个震幅 速度的那个震幅 还有加速度的震幅 他们有没有个关系存在这样 那如果我们经过这两个检合 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对这个结果 应该是相当有信心的这样 那我们这个课呢 参考到结构学 工程数学 钢筋混凝土学 还有用到两本规范 一个是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 一个呢是混凝土结构的设计规范 那这个两本规范呢都可以在内政部的营键所免费这个下载这样 还有两本书应用的书 那这两本书呢是这个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 那就是我们的土木404100 就是有上册跟下册这样 那这个呢部分呢需要购买的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在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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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继续 请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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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